冲到球桌上接球 用脚扣球 国平的比赛到底有多小强 相信很多球迷都看过这一幕 在2016年香港表演赛中 马龙和徐昕对攻的时候 张继科直接扮了一匹凳子进来 马龙也是配合的坐在凳子上击球 甚至还翘起了二郎腿 引爆了全场 其实这对国平来说只是一道开胃菜 下面我给大家带来国平最神的一场表演赛 这种打球方式你们绝对不敢想象 看到现场的球迷是疯狂的尖叫 在2013年国平举行了一次北大型的活动 而张继科和马龙成为了这一场活动的主角 这时候的张继科和马龙都刚刚拿到过 伦敦奥运克的金牌 尤其是张继科更是达成了大乱冠 加速部的表演天赋出色 数量的温庆报表 现场球迷也是多次当呼张继科 甚至还有一名女球迷惊叹到 张继科好白呀 在乐身的时候 张继科和马龙就已经玩起了换边基球 不过这个仅仅是乐身 更加精彩的还在后面 正式开始了之后 马龙和张继科上来就玩起了三球同时的 让现场的球迷再叹不已 要知道在2013年之前 还从来没有过平方球运动员玩这样的操作 不过这对马龙和张继科来说 还仅仅是乐身 这一次真的正式开始了 马龙接球后故意起高球 咱们就可用力扣杀 马龙在接了四次球之后 直接冲上了球台 不过这一次遗憾失误 引起了哄堂大笑 主持人也是说到 我没有看出他们的遗憾 看出来了吗 我看出来没得出 在经过了几球的试验之后 最后一球终于成功了 马龙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球台扣球 张继科立马接起来 并且接球之后还快速换边 帮马龙接了回去 在换边之后 张继科也不玩了 干脆直接用脚来了一击扣杀 终结了比赛 现场的球迷更是疯狂的尖叫了起来 用脚扣球 从此也成为了张继科的经典 我相信了这样的表演 大家应该都没有经过吧 不过这一次张继科马龙敢这样玩 是因为刘古亮指导部的旁边 要是这位不懂得胖子在旁边的话 估计又会说 平洋了是吧